6.139.25点 台北外汇市场台币升值了3.2分 30.77兑换1美元 欧元兑换美元汇率 1欧元兑换1.1623 日元兑美元110.5 人民币6.8356兑换1美元 亚洲市场的黄金成交价 每盎司1202块 11点11分继续请进行 11点543 妈 勇士和骑士到底谁会得冠军 同学都不跟我玩 我讨厌上学 公司调我去别的单位工作 可以拒绝吗 下载NP3音乐自己听会不会违法呀 法律 食安 心情 运动 您关心的话题都在11点543 欢迎收听11点543 我是主持人谢燕荣 今天星期五进行的是运动543 中国大陆以台湾进行东奥证明公投为由呢 在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临时理事会发起表决 决定停办本来应该由台中主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 一方面我们台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身负 但是同时呢台中市政府跟行政院同时宣布说 因为中国打压没有办法举办东亚青运 但是明年没有关系我们台中会办第一届亚太青年运动会 希望呢能够为年轻选手创造另外一个国际竞赛舞台 而且台中市政府说我们这一次哦 亚太青年运动会它相较于东亚青年运动会 我们整个赛事的规划啦 还有准备工作参赛的国家 呃参赛的城市都比东亚青运更大哦 到底该怎么来看这个我们要办亚太青年运动会 真的像台中市政府说的呃感觉到这么乐观吗 今天我们要跟体育大主播陈凯来聊一聊 哈喽陈凯你好 叶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办亚太青年运动会 你没有参加过吧 哈哈因为是第一届哦 其实这样的名号哈 所谓的亚太啊 或者什么在过去的的运动会里面 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吧 哈那比如说呢 在中华奥会曾经在20000大概05年06年的时候 曾经去参加一个呃在澳洲达尔文哈 去行的呃这个国际奥林匹克青年的综合运动会 哈这个运动会他们其实有借到一点点 奥林匹克的名字 可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青少年选手 呃共同比赛的舞台 那时候邀请呃台湾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由中华奥会派对哈 那么其实呃现在大概25岁以上的这个运动学 应该都还有点印象那时候去达尔文去了两三年 呃不过那个运动会基本上 他并没有隶属于任何的国交会的组织啊 所以去了两三届之后呢 也就呃无疾而终了 后来也就没有再邀请我们也没有继续再办啊 所以呃要说我们是第一届的亚太青年运动会啊 说实话是有点夸大 因为之前就已经办过这样的运动会赛事啊 不过呢在目前的国际赛会的分级啊 以及分层这样的组织的架构底下 你要另外办一个很大型的运动会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比如说除非你是像大英国协 我们知道大英国协以前到目前为止 还是继续有在办Common Wales Games 也就是让之前英国的属地一起来参加 那么就有英国有澳洲哈 那就有其他这些大英国协就办这个Common Wales运动会 基本上还是每四年办一次 这个运动会是不属于国际澳会等级的 但是因为他们这个过去的殖民力的势力很庞大 那么英国也就借此来跟过去的这些殖民的国家 来保持一定的关系 所以可以持续的下去 其他的运动会啊 像之前的在政治纷扰的时候呢 也曾经过在冷战时期啊 有一些国家那个时候 苏联跟美国抵制来抵制去的时候 就有办过友谊运动会啊 也就是其他几个国家运动选手 想要来这个避掉国际奥运这样的政治的纷争 那另外来做 也有办过友谊运动会 但是呢 那个也是办了一两届到后来冷战结束了 那么这个理由消失了之后呢 这个比赛也就不继续办下去了 能够持续办到像奥运这样子 办到五六十年的 像百年比赛呢 其实真的就只有国际澳会这个系统啊 那么其他的这种综合运动会 这几年其实欧洲也想要办 欧洲第一届的欧洲运动会 但是欧洲运动会大家就说 赛事太多了啊 那如果你是要找青年等级的选手来办的话 你的票房你的媒体曝光的吸引力会不够 但是如果你要让顶尖选手参加的话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 已经有每四年一次 像田径有每四年一次的世锦赛了 或者又为了两年一次的世锦赛 然后或者再加上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了 那还要再办一个欧洲运动会啊 从第一届是给亚赛拜人办之后 第二届现在也是找不到 接下去来办的主办单位啊 所以在综合国际中和运动会 是一个虽然曝光效果 可以集中曝光效果 但是相对来讲要耗到航大资本的 这样子的预存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看到 综合运动会的时候 应该要先有的观念 不是说啊 我们说有办就好 有钱就办就好 那第一个是他很花钱 他花非常多的钱 而且我们还说这次要招待免费的 机票跟时速对不对 对那当然了 台东的本来的办的东亚清运啊 从本来这身体到东亚清运 因为他只先知道东北亚的这些国家而已 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 第一个他的经费会他选手的人数比较少 他本来估计大概1500个人 好那你相对的奥运来讲就十分之一了 那再来就提到说 他们的比赛项目就十四项 大概也是这个奥运四分之一 或者说世大运大概二分之一而已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他们的比赛的选手的人数少 然后呢 比如本级少 最后就连他们来台湾飞行的距离也会比较短 我想整个的赛会的成本不会太高 就是你派对也好 或者你主办也好 不会太夸张 那这是本来 那当然从本来的东亚运动会变成东亚清运 也是因为东亚奥运历理事会 他们在台面上讲出来的理由 也是说 其实现在东亚各国的国际赛事已经够多了 亚军亚挺赛亚青赛之前南京不是还办过青年的亚洲青年运动会 就除了青年奥运之外又办一个青年的亚洲运动会 也是办了两届 连青年亚洲青年运动会2017年本来要在印尼办 后来印尼说我们来不及准备 我们要准备这个亚运会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就不办2017年的就不办 要拖到2021年的试水 再来办亚洲青年运动会 也就是说 这些国际上的运动会 不管是世界等级的 或者亚洲等级 或者亚洲青年等级的话呢 都已经有了曾经在办的运动会 而且还办的不见得是那么持续 有的时候要办不办的 有的时候动不动就停办这样子 其实真的要维持一个综合运动赛会品牌 并不容易 那么现在要夸一下一个 开一张大的支票说 我们要办亚代青年运动会 我们就要问很多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 我们觉得 现在只是说要办 然后季节都还不知道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好我们不要一开始唱衰了 如果说好我们真的要砸钱 不管了 为了我们国家的面子 我们非办不可 我们从更务实的层面来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好手来参加 你不要花了好多钱 最后派一些 所谓连二军都称不上三军之类的 到台湾来观光 这样就看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一个 临时性的大型运动赛会 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好手 到台湾来参加比赛呢 这个本来的时间 现在台东市政府的说法 是有一点点怪 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 并没有放弃跟国际运动动态法庭 也就是CS来申请说重新办东亚清运 复办东亚清运的可能性 他们说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办法排除 我们还在申请 另外又已经说要办东亚 亚太青年运动会 台中市政府的议员就已经 台中市的议员就已经说了 那你这样子 如果真的东亚清运 真的让你重新回来办 你不是同时要办两个吗 你财务上能复担 那目前市政府的说法 是说目前就是 我们一定会输 嘴不要担心 我们就一定要加 就是我们两个都不要放弃 买两个保险那样的意思 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 但是事实上办这个运动会 本来就是要花钱 那你说会不会找到好选手 我可以跟大家提 既然你是要办青年等级运动会 青年等级运动会 炒手再怎么出色 他们就是各国的未来之星 而不是现在的明星 可能是未来的明星 但是不是现在的明星 因为你办到14岁到18岁等级 他们各项运动的成绩 不可能跟成人等级 那样的竞争强度 竞赛长那么高 那再来就是提到说 你这个比赛 你办的时间点 就像我提到 之前已经有办过 要办亚洲青年等级会 那各个单项的运动里面 也都会办到亚青赛 U18的U16的 所以真的要说运动比赛 多一个运动比赛 并不是坏事 国际赛觉得不是坏事情 可是呢 你说少了他们 这些选手就少了很多磨练机会 也不见得是如此 就是这个运动会 本来在东亚青运 本来在整个的亚洲的运动 综合赛会等级来讲 它就是个最基本的 最初级的运动 国际运动会 可以让选手体验一下 国际赛的感觉 但是不要期待选手 有什么样亮眼的成绩 而如果我们再从谈到 国际综合运动赛会里面 其实除了奥运会以外 其他运动会 基本上都是赔钱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这个媒体 不光处不够 那你相关 你要卖出来的电视转播权利金 你就卖不出去 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了 就是说你会有 会有任何的电视台 会愿意花钱来转播 不然国内还是国外 愿意来花钱转播 这个东亚太青年运动 或者东亚青运 我想很困难 因为你本来的选手 等级就不是那么高 你选手是他鼓励参加性质 那这样的经济水准不高 水准不高 你要看到电视转播 或者是门票收入 甚至相关的纪念品贩卖 相关商品的贩卖 可能都是相当艰苦的情况 当然如果在本来台中说 一切都没有过 我们是第一次来办 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太少办 国际运动战会 真的从以前的 大家想想看 听着奥运跟世界运动会 说起来已经快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好不容易去年 办了一个世大运 那下一次要什么时候办 连台北市长 柯文哲也都不敢讲 就是说这个未来 还能再办到一次吗 也非常困难 我们真的是太少办 以我们的国际上运动实力 跟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我们没有办运动会 其实这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对岸的因素而已 我们不是办不起 我们不是不能办 但是有人不让我们办 那现在情况就是台中 过去把东亚清运 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好事情 因为台中没有办过 从万事起头难 从最低阶的开始做起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现在要提到说 为了要 因为东亚清运 没有办法被取消 我们另外要办个亚太 亚太的清运动 然后说这个运动要多好 多盛大 广要过来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阶段 其实不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 解决未来东亚清运的争议 这个方式是比较 好像赌气一样 你不让我办 我就自己办 那我就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情 就当年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也是十年前 十年前那个时候 我们本来是在北京奥运 在审判的时候 一直想要把圣火 传递到台湾来 因为那时候圣火 全世界要传嘛 对不对 那他们就是觉得说 那既然传 我们就来传 这个香港也传一传 澳门也传一传 这个台湾也传一传 这当然有点政治统战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主办奥运的 这个理由上来讲 他又非常震荡 他把每一个奥会圣火 传到每一个会员的代表 每一个会员国家去 有什么不对呢 当然很不对啊 所以在那件事情上面 两边国家之后呢 定期就互相想要 在政治上面来放话 到最后圣火没有来 就主动拒绝 这个是奥运史上非常早点 主动拒绝圣火来台湾 那个时候觉得 民党政府觉得 不够尊重我们 把我们矮化成 这个中国国内的一环 因为在传递路线上面 很刻意把我们矮化成一个 这个国内的路线的传递 就是不让他们来 然后呢 我们自己办一个 既然圣火不来 我们自己办一个 这个联合国 那是提议会 就自己办一个路连的 台湾全程圣火路跑 既然我没有拿不到奥运生活 我自己拿个圣火 全台湾跑一天 就是我们在面临到 这样的国际 这样的问题的措置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就自己 来办一个别的 圣火是如此 这次的亚太青年运动会 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人家不让我们办 我们自己办一个 没关系 我们办的更大更盛大 找到人更多 就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整个政府的 反应跟思维上面来讲 其实是太直接了 而且事实上没有考虑到 后面的可能衍生的 庞大成本 而且最重要的 我还是要提到 这个是初心的问题 你办中运动会 你真的是为了要 这个让台湾的选手 有比赛机会吗 你真的是为了要让 环太平那些友邦们 有比赛机会吗 如果是的话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 开始弄呢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来说 那我们再找他们来 那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你本来的动机 初心就不是很正当 就带着政治意味了 带着政治意味 要往下走 是会非常困难的 因为人家就会用 这样的角度来看 你这个运动会 本来你的想法是什么 而不是说 这种赌气的想法 除了在这个政府 预算的耗子之外 其实是 我觉得是 很难无以为继的 就现在来讲 你知道比赛项目 是什么时候 比赛时间是什么时候 你要几年办一次 这个亚太青年运动会 还是跟我刚刚刚说过 那奥多达尔人的运动会一样 办个一两届 没有钱了就不办了 那你到时候 没有办的人 是不是又要承担责难 现在有钱可以来办 那你以后没有钱了 要怎么办 我也每次提到说 这个中和运动会 当然它有它的政治上面的口号 有它政治上的意义 可是呢 又要讲一个历史小故事 给大家听 在1962年的时候 大家上一次 印尼办亚运会的时候 那时候印尼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它对中华民国 台湾非常不友善 所以它那个时候是拒绝 中华民国代表队 去参加亚洲运动会 我们上次1958之前 有去比过 1962年就被直接不给签证 不给去了 还有一个国家呢 是在这个穆斯林国的 穆斯林国家的 这个共同敌人 就是以色列 那个时候以色列 还在亚洲奥会里面 还在亚运会的 串会里面去 那次呢 印尼就不让 中华民国跟以色列 参加亚洲运动会 不发签证给他们 那时候我们当然很屈辱的 我们就不能去 选手不能去 很可怜 但是国际奥会 那个时候还是挺我们的 还是挺中华民国 就说你们印尼办亚运会 居然不让会员国参与 没有任何 没有正当理由 就是用这种政治意涵 不让他办 那么我就把你印尼 就永久的停权 我也不让印尼 参加东京奥运 下届东京奥运会 永久的印尼奥会停权 就有停权 那个时候大家就要 互相逗来逗去 还是一个冷战年代 还有共产年代 所以印尼就联合了 一些共产国家 因为他想到奥会 奥运会国教会 是这个欧美国家为主导 那我就联合什么呢 我就联合一些新兴的力量 新兴那个时候 正是这个共产主义 要席选全世界的时候 他请了苏联 请了中国 那再请了 在其他全世界46个国家 基本上就是 华沙公约组织国家 这些共产国家来 办了在1963年 办了第一次的 所谓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这个运动会就是说 我们也是承担奥运 拼科精神 但是我们不跟 国教会一般见识 我们希望大家有人 都能来 那么国教会不让来的 我们也让来 国教会让他们来的 也来 所以那时候还邀请了 日本也邀请了 这个苏联 都一起来参加 但是这两个国家 其实说他们 其实虽然是派对 派选手来参加 可是也估计到说 国教会 全面这个封杀 运营那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并没有派出 有奥运参赛资格的选手 他们另外再派一批 可是这批不是奥运等级选手 那么也在1963年 又办了一次 新兴力量运动会 那么最主要的力量 是中国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 是在整个国教会的 这个跟我们的代表 全自争的时候 是败给中华民国的 所以那一届时候 其实是不能 那从1960年 他们没有参加 他们把全部的力量 放在奥运的这个力量 准备的力量 放来这个新兴国家运动会 放一届 1963年办了一次之后 后来从1966年开始 就开始了 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 另一届苏卡诺 他被这个后来 政权政变被推翻了 整个世界 这些政局风云变色 本来在1967年 要办第二届的 新兴国家运动会 在开罗 在那个时候 阿拉伯共和国 还叫阿拉伯共和国 还不叫埃及的时候 开罗要办 开罗就说 我没有钱 希望中国还是俄罗斯老大哥 给我们点钱 盖给你场馆 就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 我说我没有钱 没有钱 好 大家就都不办了 最后再办了一次 就是1962年 办了世界的新兴运动会之后 1962年办了一个 亚洲新兴运动会 办在辽国 就办了这么两次 一次世界 一次亚洲 然后就停下来了 那我们很不希望看到这种 就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斗争的目的的运动会 在50年之后 在台湾的台中再上演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没有必要的 那真的要 台中真的要办运动会 真的要想要在运动上面 去耕耘所谓运动都市 其实有很多方式 你可以去侦办 国际型的综合的运动赛会 来台湾办 比如说网球就可以办 网球在台卫斯杯 网球联邦杯 各国都会来参加 只要我们目前还保住 中华台北的会集 我们都是有资格来申办的 办一个单项运动比赛 也比较不像综合运动会一样 有那种万国来潮 就觉得说 一国将一位 比较那种 政治不是那么浓厚 就大家各国代表队来办 或者你说像台南这样 台南说我们永久 来办少帮的邀请赛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顶多多交点 转播这个多交点 这个比赛权利金 就是说你可以先从 单项比赛看 如果有这么 如果你的钱 足够去办综合运动赛会 你倒不如先选一两项 我们民众有兴趣的 然后呢 其实对培养基础运动 有帮助的 前进赛也好 网球也好 高尔夫也好 就国际上有一些观众 喜欢看的 比较观赏性质跟价值的 篮球也可以 就是从这些单项运动 开始来办起 然后再来讨论到 等到单项运动都办熟了 办熟练了 再来讨论到说 我们要不要来办 综合级的运动赛会 区业运动赛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路子 而不是说 就赶快的膝盖式的反应 想要说 我就是要办一个更大的 把你们这个丰盒下去 事实上不会啊 你再办一个假装青年运动会 大家都会来吗 或者说 大家来就会觉得 你这个果然是让 替台中致民出了一口气 我觉得不是这样做法的 在政治人物上 应该有更成熟 更谨慎的眼光 我觉得陈凯你犯了两大问题 一个是好傻好天真 另外一个就是太认真 因为本来这就是 跟中国大陆在 较劲的一种感觉 我就是希望 万国来朝的那种感觉 所以才要办大型的运动赛事 另外就这样你说的 太认真了 因为这本来就是 政治人物的一个 膝盖的反射动作 像高雄也很夸张啊 在这一次呢 我们说要申办 亚太青年运动会之后 高雄说我要申办 2030年的亚运会 我的妈呀 其实好像真的 不太搞清楚状况哦 2030年的亚运会 应该已经搞定了吧 有一点谱了 我正在讲高雄 高雄这个 其实是在这个 所谓2030年 办亚运这个议题啊 其实是在高雄 把他们的体育处 分隔为运动发展局 这件事情上面来提到 那他其实还提了很多支票 除了要申办奥运会 还要这个SBL要针对 然后中华职棒也要针对 要放职棒队进来跟高雄 其实开了很多张支票 那每一张支票呢 后面大家都觉得 听起来是相当的大 一张大的一张支票 有很多问号跟着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你 升隔成一个运动发展局 我觉得绝对不是坏事情 但在发展体育的角度来讲 你的局数的更高 就像我们当初讨论到 当初在批评说 这个当时在马政府时代 把这个行政院体委会的 二级部会降时呢 教育部体育署的三级部会 这样的道理啊 其实你就是不重视 体育运动发展 你才会去把这个 你觉得这个单位不重要吗 你才把它降格吗 好不容易在20年 现在1998年的体育师才 变成了企委会 现在又把它降回去 说是组织缩编 精简人额 结果你其实人员都没有精简 但是你把我们的部会降了一阶 那现在来讲 各个地区 现在台北市已经是局了 其实20年前 这些都是运动处而已 但是还是台北市在运动场 从这个慢慢都升级 台北也升级 桃园升级 台中升级了 那现在高雄说 那我也要升级 那升级都是好事情 可是你升级要做的什么事 你不是说 我现在就要更多运动会 其实你最简单的事情就是 你其实现在没有SBO球队 那你是不是高雄可以支持 SBO球队 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是从这个开始比较简单 那你说升级到2030年亚运会 事实上大家如果 我要讲一点历史故事 我们自从那时候洛杉磯协议定完之后 1990年参加过 这个北京亚运会 一次之后 我们就一直想要去侦办亚运会 我们第一次侦办亚运会 就是在1998年 也就是大概在1991年92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决定 要申办1998年的亚运会了 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第一个台湾要主办城市 就是高雄市 也就是说高雄市 20几年前就已经 20几年前就已经要申办亚运会了 可是还是一句老话 因为对岸的因素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对岸宁愿去找 曼谷来办亚运会 曼谷都办到第四把了 第四把亚运会了 然后第一次都不让 一把都不让台湾来办 20年前的国际情势 跟现在情势来比 你觉得现在情势 我们还要来申办吗 在上届的 在上届的这个 印尼亚运会办了之后 其实亚洲外会 已经做了一个新的决议 也就是未来的亚运会的 主办城市的选拔方式 不是采用各会员国提交申请 然后呢 这个我们来投票 不是这样的 然后审核之后来投票 并不是了 以后我们就采用 我们就是采用这个邀请制度 你有意愿来邀请 我就给你来审核 我就来接受 但接受之后呢 我们来 由我亚奥会来主席来邀请 就不是采用过去来投票方式 就是变得比较不民主的 这样来讲 那我们连这样抢票的机会都没有了 始终1998年曼谷亚运会之后 我们每一届亚运会 台湾不是台北 就是高雄 轮流申办 没有一次成功 把把都被打抢 为什么 就很简单 这理由 看得很清楚这理由了 因为两岸政治的关系 没有突破 现在亚运会的举办 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面的 两岸政治一种协商的筹码 已经到这个等级了 那就不是说我们很喜欢运动会 我们为什么不让办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两岸的关系没有突破 那你现在你要回来 想说我们要来申办亚运会 那就是只是开了一张很遥远之票 反正2030年的时候还那么久 对不对 当然在2022年 理论上来讲 要在大概五六年前 就要决定这样做好决定 可是我目前所知道的是 2022年在杭州 2026年在日本的明谷 2030年目前来讲 已经是菲律宾的亚迦达 已经提出的申请了 那印度也提出申请 印度还没有提醒哪一个城市 但是呢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 亚运会比较主义给马尼拉申办 也就是说他们都快要找好了 那你这个时候才来提说 哎呀我现在我要来办 我也要来申办亚运会 那讲一个20年前 就已经没有成功的例子 那你20年来 你做了什么努力什么付出呢 我们的两岸的情况 所谓的运动交易交关系 不能够绕过两岸关系 那你这个没有突破 你要涉嫌说 我们要审办什么 你当然还是可以用讲的 但是你讲完之后 会不会有这个结果 其实已经是很明显了 如果中间没有任何的突破的话 我想我们要办 2030年的亚运会 到时候你就发现到 这个亚迦达也办了 马尼拉也办了 很多你过去觉得经济发展 不如台湾的都开始喷了 我们还是没办 那你就回到一个理由 就是两岸的关系 所以白话说 很多人说政治跟体育 要分开看 一码归一码 其实真正告诉大家 至少对台湾而言 政治跟体育 从来就不能够切割 看它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11点543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谢彦荣 今年星期五 要跟大家聊运动 运动543 这一周国内棒谈有个大新闻 就是澳洲职棒要组队 加盟中华职棒 我们好努力 希望中华职棒能够增加球队 到处去游说 可是好像对国内的企业 没有什么吸引力 结果搞了一支澳洲职棒队 进来要组队加盟中华职棒 到底该怎么看是乐观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 稍微谨慎保留一点点 来看待这个发展 我们要继续跟体育大主播 陈凯来聊一聊 哈喽陈凯你好 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对澳洲职棒加盟你乐观吗 乐观啊 现在情况就是 一个没有鱼虾也好 抓到篮子里就是菜 没有自己的企业要加入 至少有一支澳洲职棒 心血加入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听到 之前一年前就开始传 澳洲也要来了 冲绳也要来了 因为你现在在国内的第五队 这个新生的发展 一直是出现困境 这个话题已经讲了超过十年了 我还是要提 中华职棒从十年前开始就四队 大家就要问第五队在哪里 可是十年下来 十年下来 其实各个球团的经营都还是处在 基本上处在亏钱 那有的球团有小赚 但是也就是赚 还没有赚到说 可以觉得赚得很稳定的情况 每一年都还在想新的方法 那当然行销跟这个营收 是越来越在进步的 四个球团其实就体质上来讲 我觉得目前的四个球团体质是 慢慢慢慢的变得比较健全一点 这样讲好了 虽然还不仅能赚钱 但是发展体质比较健全了 那但是第五队进来 要不要让第五队进来 因为在之前职棒针对 然后假球案的事情 就会让原来的球团呢 会比较 会比较担心跟比较谨慎 那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其实以台湾的 喜欢打棒球 喜欢看棒球 愿意以棒球为人 为营生的 相关的产业人士 其实是可以支持 我们台湾曾经最多 从中华职过11支球队 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说的只有四支 事实上有没有针对空间 大家都认为是有的 这是有的 而且我们的票房 其实也都慢慢还在上涨 是有的 所以呢 从这个吴志阳 职棒联盟的会长吴志阳 从他上任开始 他就一提到第五队这个话题 他个人认为 把这个职棒能够做的第五队 变成他在这个职棒会长任期里面 一个最大的指标跟成就 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可是呢 这件事情是并不容易的 就像吴志阳在4号的时候 记者会都提到 他说他这一年来拜访了 20家企业 他本来就是 本来是三年前 就说要来 弄第五队 那但是要先把 我们自己的加盟办法 拟好 不要像过去那样 人家再来 来了以后就随便喊 喊了就让他进来 进来之后发现 这个球队本身是有问题的 那不行 所以呢 我们就先设立了加盟办法 这个加盟办法 一弄就弄了两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弄出来 大家都有点傻眼 哇 弄一个新球队要3.6亿啊 其中当然是有保证金的部分了 但是保证金之外 一开始还是要付1.2亿 1亿2000万 然后呢 这个后面还有 保证金还要压在那边 压个五年 以防你中途落跑 我们的保证金拿不回来 那五年之内 如果你长久经营的话 你还可以留 持续下去 结果就在 在讲这个加盟办法 同时间呢 事实上 又有球队搜索不完了 异大又不完了 对不对 中间这在这当中 我们先不要讲第五队 连原有的四队 这个经营权 都发生了变动 结果异大撤出去 换由这个富邦 那大家还想到 所以就这其实转来转去 转来这一手 结果发现 一大撤手的金额 只要2.6亿给富邦二 只可以2.2亿6千万 那这个情况很明显了 你前面弄了 第五队的加盟的办法 弄的门槛这么高 动不动要跟人家2 2 3亿 然后呢 人家还有一堆限制 就你这个球员呢 要跟这个现有的球队 来做交换 然后还来花钱买 或者怎么样 没有球员情况下 还要再从二军开始打起 怎么样怎么样 限制是一堆 结果呢 有个现在四个球团 只要任何球团不要玩了 这个球团已经是 职棒的最近的最下线 你真的有7月要有7月家 那不如等一等好了 反正进去也是赔钱 晚进去一年少赔一年 那就看看有没有球队要退出来 有退出来 我在趁机这个逢低买进 逢低接手就好了 我干嘛要花那个第五队 那么高昂全金 干嘛要受那么多的限制 不必啦 我现在买一支义大来 明星球员也有了 投票理事投票其实全也有了 那这个现有的球迷基础也有了 就是到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要问说 为什么支持20家企业 都不愿意进来中华职棒 那你就要回来谈了 那是不是你的加盟的办法 做得太过于困难 做得门槛太高 高到让其他球队 让其他有信学企业 最后觉得都不值得这个成本 毕竟职棒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整体来讲 都还不是赚钱的企业 那只是说 它有一定的社会形象 有一定的媒体曝光 让大家愿意有机会 可能来考虑一下加入 但是事实上 现在不能赚很多钱的情况下 中华职棒 其实不是一个卖方市场 但是现在一个 这样的办法 就把它当成一个卖方市场 来宣传来经营 所以一年又一年过去 一年过去 半年又过去 然后又要叫人家 从二军开始打起 然后又要限制人家 洋将的人数 可以比较多一点 但是选秀办法 又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各式各样的限制 会让你觉得说 现在第五队 真的是遥遥无期 因为在今年7月 马上就要选秀了之后 今年又没有第五队的加盟 那你可以想象 2022年针对的情况 如果你还是要 他先打两年二军的话 2022年不可能有第五队 2022年 这个吴智阳会长的任期 都做完了 那到时候这个情况 就是现在的时间点 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为什么现在提到说 澳洲职棒联盟这部分 我想澳洲职棒联盟的想法 跟中华职棒联盟的发展 是这个发展方向 其实不太一样的 因为在澳洲 澳洲的联盟 这个联盟 大概快有30年 快40年的历史了 但本来是一个 因为澳洲这个国家 虽然人口跟台湾差不多多 可是他们的运动人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大联盟 美国中华大联盟 在1960年代 就发觉到澳洲 有这么多的好手 只是在澳洲棒球 不是个很新鎮的运动 所以他就在这边 建了一个棒球的 澳洲ABL 澳洲棒球的联盟 那这个联盟呢 一开始的出资 是由这个大联盟 出资75% 然后澳洲的棒鞋 出资25%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成立了 等于是有一点点 类似大联盟 在澳洲一个农场系统 那到这个八人到三十年下来 其实也培养了不错的好手 可是呢 他们的比赛时间 因为澳洲是南半球 所以他们的比赛的时间 是在球季 跟一般北半球的棒球球季 不太一样 他们从11月开打 打到隔年的2月 有点像是我们在打 冬季联盟那样子的时间 那他的比赛场次呢 大概例行赛 也在40场到45场之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跟中华职棒来比的话 大概只有中华职棒的球季 一半而已 就只比大概半个球季 半季这样来打 那你一年的比赛 一年的时间里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是球季 你其他九个月时间怎么办 当然有一些好手啦 有一些棒球 这个澳洲真的好手 他可以去美国 到美国的其他地方去赚钱 或者到日本 然后韩国职棒 都有去生存的案例 可是除了这些 比较顶尖的好手之外 其他选手 这九个月要做什么事情呢 再回去兼拆吗 这个对棒球整个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澳洲棒球协会 就一直很积极去寻找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他们的球季 刚好跟其他的 北半球的职棒联盟 是非常相反的 那是不是可以去日本参加 或去韩国呢 或者来台湾呢 他们其实都找过 这样子的常识角度 那后来讨论结果就发觉到 日本跟韩国 他们自己本身发展都很健全 那只有中华职棒 一直找不到第五队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 有了这么一点 供需的吸引力的 互相吸引的拉力的关系 那就提到了说 希望能够来加盟中华职棒 变成两年之后的第五队 那对中华职棒来讲 国内企业找不到 国外不管国外的有一队 那也没有 总是有了第五队 不管国内国外 黑猫白猫不管 总是有猫就是猫了 那这是这个双方的想法 但是他们的想法 当然是基于想要来在 这个地用在台湾这个球季 能够培养他们 澳洲自己的选手 甚至于是培养他们 在打未来的国际赛 不管是12强 或者可能的奥运会 他们培养 储备可能 因为他们不可能 就靠那几个大联盟选手 到澳洲现在大联盟 只有三个选手 你不可能靠三个选手 打进奥运会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发展情况 但是呢 因为当初我们的 整个的职棒 第五队加盟办法里面 其实没有考虑到 国外球队加盟的可能性 所以你在很多 规章的限制部分来讲呢 写的都是针对国内企业 那国外企业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 好像有很多地方是 冲突的 或者是不太合的 甚至大家现在 第一个我问的就是 那澳洲你现在 国内的企业要316 才能加盟 你现在为澳洲人员 拿316出来 如果他们再愿意 那我们没话说 如果你给国外的 球团特案说 你们不用316 你们怎么样就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国内企业 要316 要压五年呢 对不对 这个事实在讲 这是不公平的事情 在整个职棒环境 商业市场竞争 你不能说这个 独厚外国人 而这个 亏待本国的企业 这是一点 那但是呢 在四号的记者会上面 就有关于澳洲 是不是要遵从 同样的国内的 这个加盟 第五队加盟办法 或者是要给他们 特案处理 或者是要怎么处理 或者是澳洲这边 是不是有心 要长远来培养 我们现在知道 他们在培养是 他们说是为了 2020年的 东京奥运 来做培训 或者什么 可是事实上 等到这个 他们真正能够 来打一军 来打中华之邦一军 至少是2021年的事情 那万一将来奥运会 因为下一届奥运会 2024年 这个还有没有棒球 我们也不知道 并不是永久项目 未来如果没有棒球 澳洲还愿意 愿意花这么多钱 来发展 来台湾 来送球队来台湾 还要来台湾找一个地主落脚城市 听说也去找高雄了 高雄不是也很欠职棒球队吗 所以这个实在是 就是这个工需的关系了 但是未来就是 我们不太能确定 澳洲棒鞋 是不是也跟 我们一样 有这个在台湾 永续发展的想法 有这样的决心 那这是一个 我们比较担心的点 没错 如果你真的只来打 一个球技 两个球技 感觉也没有什么意义 打一打热闹一下 就走了 另外我光是用想的 就觉得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可能没有办法克服 或者是以后应该会吵不完 包括了 我们现在有洋将制度 对不对 那你澳洲怎么算洋将呢 选秀制度 他要不要参加 球员流动 或薪资条件等等 是不是要符合我们的规定 这些是都有讲好吗 当然说你们讲好 其实也都还太早了 因为从现在刚开始 有球队来 这个球团就有点疑虑了 因为当初提到说 第五队的时候 有一个球团 最大的疑虑是什么 一年120场比赛里面 我可以有60场的主场比赛 有60场客场 也就是说 对于一些经营比较认真 或者说比较这个 很努力在开发主场的各项活动 我有60场卖主场门票 跟相关上面的机会 我如果第五队进来 还是维持一样场次的话 我的主场 就是本来从这个 我全国主场的情况 我就会少掉 我可能就变成 从本来的一半 我就不会有60场主场比赛 我们就可能就 我的赚钱的场数就变少 所以一开始大家担心说 如果新来球队实力不够 球迷不够 票房吸引力不够的话 他会拖累到我的票房 拖累到我的收入 多来了一个穷小子 会让我现在的整个平均的 联盟的平均的收入的能力 这个营收能力会下降 所以他们不太愿意 但是现在澳洲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说 澳洲目前会派 什么样的选手来打 以我们过去看到 中华职棒的明星球员 不管是张泰山 不管是林志胜 去他们澳洲AB联盟打比赛 或者像胡志龙 基本上都能够打出一个 不错的成绩 如果以这几个少数的样本案例来看的话 澳洲职棒联盟目前的成绩的水准 大概是比中华的职棒的水准 大概是一军的水准 可能会再稍微差一点点 不会差太多 但是也不会差太多 但是也不会特别好 就说他们对了 他们就我们来讲 他们全队都洋将嘛 可是全队都洋将 就一定很会打棒球嘛 这样讲 他们来打的人 真的会打棒球的人 打棒球打到 比我们台湾洋将好等级的 这些澳洲选手 他们都不会留在澳洲职棒联盟 也不会来台湾打这个二军 他们都会到日本 到韩国 到美国去赚大钱去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倒是不用太担心 对方是不是全队都洋将 因为他们来派那些都是洋人 但是不是我们 实际上可能不见得有 我们想到每个都洋将 如果这么厉害 那也没话说 那我们就中华职棒 就二军给人家少打点 那如果他们都这么厉害 老实说 我觉得对中华职棒 反而是好事情啊 就是说 比赛好看一点 对 好看很多啊 每一场比赛都是打怪 我觉得那对整个城市票房 对话题的号召力 是好事情 那如果他们来的是 不太会打棒球的澳洲人 没有那么厉害的 没有大联盟 没有日韩洋将等级的 这些澳洲人 那就跟我们二军一起 多磨一磨 多练一练 也许为了两年出去之后 他就可以 跳脱台湾 或者跳脱澳洲这个等级 跑到日本韩国 甚至去美国赚钱 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现在台湾的 看直播的项目 不是说 只要有哪一个选手 来台湾打比赛之后 又回到美国大里面 我们就说 旅台就是神啊 果然在台湾加持过水之后呢 整个的资历 眼见实力就是不一样 那也不想不是好事一种 所以目前来讲 对于球队的实力的考虑 或者对于这些洋将 资格限制考虑 我觉得倒不见得 会不见得 需要在这个时候讨论 因为你等他们来了 打了 你再来看 你再来做调整 到时候大家再来吵 我都觉得都还来得及 就是相应去做调整 如果真的觉得他们太强 你就请他们少用几个洋将嘛 那就是说少用几个 那么厉害的选手 我觉得或者这些上场时间 做一些限制 或者增加一些台湾的 这个比赛降降的这个比例 都是可以再去做调整的啦 到现在提到说 他们是那么 有没有厉害或者是不厉害 我倒觉得说 这个讲的是有点早 是找人家愿意来 那只要我们去确定他 他在财务上面是可以负担 因为毕竟来讲 中华职帮开的这个 加盟办法里面 财务负担是相当沉重的 你要人家连续打两年的二军 这两年二军 基本上等于是没有收入的 全部都是拿来就是要赔钱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二军比赛 根本没什么人在看 是啊 其实有短波了 可是没有什么人 没有观众进场 那基本上这样的情况 也不收门票 那你对这个竞争球队来讲 他只能打二军 不能打一军 财务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我觉得就是说 他不愿意去讲那个 五年三亿六这样财务保证 你先告诉我说 你这两年二军 你要花多少钱 然后你再提出相关的财务保证 你能把这两年的二军时间 能够熬完 那代表你真的是愿意来陪 愿意来投入的 那再到时候2021年 这样当然生一军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 其实澳洲整体的财务环境 跟这个收入水准 都是比台湾高 所以也许他们有钱可以投入 那他们也提到说 也提到说会有30%的台湾球员 那对我们台湾球员来讲 那是另外一个机会 多一个球队 总是多一个机会 多一个工作的机会 这对我们的整体来讲 对我们的棒球产业来说 当然不是坏事情 没错 而且中华职棒从中信经解散之后 2009年开始就一直四队到现在 用四队打了足足十个球技 我们确实也需要 看一些新的戏码 当然除了澳洲之外 我自己个人私心 还是希望说 能够尽早有一支 我们自己本土企业来支持的球队 来加入中华职棒 不过前提也要跟中华职棒 稍微喊话一下 你那个门槛 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 再来讨论一下 才能让我们的职棒 可长可久继续 好看精彩下去 非常谢谢体育大主播陈凯 谢谢陈凯 谢谢哦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